据菲律宾救灾委员会的最新报告称 至少有63万菲律宾民众被迫离开家园 目前在菲律宾国内大约有950万人受灾 他们缺少食物 帐篷和饮用水 虽然国际社会也给予了一定救助 但因为道路通讯中断 救援人员也不到位 救援物资一时很难到达灾区 据气象部门预测 12号台风海燕的余危将波及菲律宾中部和南部地区 并带来强降雨 这将影响未来的救援进度 在重灾区塔克洛班市 由于出现民众哄抢商店的行为 军方不得不派遣约100名士兵 协助警方维持秩序 菲律宾红十字会负责人 将目前的灾区情况形容为非常混乱 据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道称 就在总统阿基诺三世10号视察灾区时 有人向他投诉灾区治安混乱 灾民曾遭到持枪者威胁 但是阿基诺却回应道 但你并没有死掉对不对 在听取灾情汇报时 阿基诺也数次离席 对于总统的这一行为 很多菲律宾人表示不满 并批评总统的表现像个孩子 我应该记得都不满 对于是